6月份是生产竹笋的旺季 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泰山区的农会 在今年也举办了评鉴大赛 算一算总共有16组参赛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而透过评选也希望能够帮农友行销 增加他们的收入 泰山农会所举办的109年绿竹笋评鉴比赛 今年共有16组参加竞争十分激烈 至于评鉴项目针对外观甜度 以及柔嫩度等项目选拔出优胜农友 究竟是谁拿下本届冠军 以及甜度王的封号宝座呢 交由泰山区长谢文翔为您揭开答案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整个16组的参赛 可说是非常的竞争激烈 那我们冠军也找出来了 也恭喜他 他是我们陈黄条先生 那获得我们今年度的冠军 另外我们今年度的甜度非常的高 比去年更高已经达到8点多了 是由我们黄定先生来获得我们今年度的甜水王 因为我们知道笋的甜度要往上提高 那是非常困难的 一年一度的这代表农民们的 非常用心的去耕耘跟去研究 泰山农会表示透过评鉴的目的 希望让笋农互相交流种植技术之外 同时看到了每年绿竹笋品质都在提升 也为农友们找到另一条行销的管道 增加经济收益 所有的评鉴奖项出炉之后 随即进行颁奖典礼 优胜农友开心分享得奖感言 农友可以得到农农 这是整个人打拼来的 我们后生日没家都做 都没孩子都做 这是整个人的荣耀 我平常都是有机肥料 比较多优先 种植物来的竹笋会比较鲜嫩 主办单位强调一年一度的评鉴大会 借此鼓励农民们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好竹笋 增加收入 也为推广在地绿竹笋产业精分心力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